24小時要住手 就連關係媒體 黃國昌也板著臉孔 似乎就怕有心人士 再說自己露出一模微笑 對爭奪主席大位志在必得 柯文哲主席那一雙 曾經救人無數的雙手 現在正被綠色的新黨國 靠上手銬 但是看看記者會上 黃國昌強勢主導 真的沒有起心動念嗎 面對柯文哲 紳士主席請假三個月 再遭到羈押禁見 民眾黨遭遇創黨以來 最大政治風暴 就怕變成一盤散沙 召開緊急擴大會議 目前中央緊急應變小組 繼續運作 黨務在秘書長周宇修的代理下 一切照常進行 黃國昌一再澄清 這幾天努力搶曝光 就傳出民眾黨內有創黨人士 想推黃國昌擔任代理當主席 可是又有人翻出黃國昌 2023年12月曾在臉書上發布 與柯文哲的合作原則 就是不介入黨務與黨內糾紛 恐怕就是有心人士 搬出這份協議 阻擋黃國昌取代柯文哲 不過除了他之外民眾黨也有人認為 蔡壁如有資格領導 蔡壁如問到相關議題雖然閃躲卻沒有否認 接下來民眾黨在柯文哲不在的日子裡 民眾黨的茶壺風暴逐漸醞當中 獨特新聞政治中心台北報導 請問到